一片合格的西湖龙井茶叶是怎样诞生的 四个多小时炒一瓶干茶 一天最多只能炒四瓶干茶 明前茶和雨前茶究竟有什么区别 雨前茶跟颜色稍微翻力一点 茶叶五花扒门到底该如何挑选 常见的茶当中像金峻梅这样的红茶 咖啡碱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 521首个国际茶日 全球相约共饮一杯茶 水之盘中餐马上为您讲述 追根溯源碳产地量化誓言变真伪 水之盘中餐让您吃得明白又心安 看到我面前的摆设了吗 今天我请大家喝茶 联合国把每年的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 用来推广茶文化 促进各国茶产业的交融互建协同发展 那这个季节呢最讲究喝的应该数春茶了 也就是每年的三月到五月期间采制的新茶 正所谓啊一两春茶一两斤 经过冬天的休养 春季呢正是茶牙肥瘦 色泽翠绿营养丰富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来闻香啊 这就是春天的味道 我国的茶呀种类很多 要说知名度高品牌较得响的 我觉得西呼龙井算是奇异 今天呢我们要来品尝的就是 正宗的西呼龙井 哎呀此时的一杯春茶呀 茶汤鲜纯细滑绵柔 汤色成名香气优远 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因为名气大呢 西呼龙井的品牌形象 也受到了一些冒名顶替 高价炒作现象的影响 很多消费者担心价格高的呢买贵了 价格低的呢又怕不保真 想要明明白白喝茶 可不仅仅是辨别真伪那么简单 这背后啊其实是有着一个 长长的链条 今天呢我们就到西呼龙井的故乡 浙江省杭州市 看一看吧 茶为国饮 杭为茶多 杭州人对茶馆的偏爱深入骨髓 杭州人就是有个习惯 春季的时候 新鲜的西湖龙井上市的时候 邀上几个朋友或者是家里人 在茶馆喝点龙井茶 然后呢面对着就是最美的西湖的这样山水 人生也不过如此 只要坐到西湖边 无论新老顾客 最受大家欢迎的 还是西湖龙井 坐在茶楼 一湖碧波尽收眼底 茶香四溢 入口回甘 着实成就了这番话 湖畔品龙井 人在天上行 在我国千余种绿茶中 西湖龙井是传统名茶 它产于浙江杭州龙井村一带 已有千余年历史 以色绿 香芋 味甘 行美 似绝 著成于世 滋味甘鲜醇和 香气优雅高清 糖色碧绿轻盈 叶底细嫩成多 每到春茶上市的时节 西湖龙井往往供不应求 但是市场上的 西湖龙井价格 有高有低 品质参差不齐 还存在着 鱼木混珠的现象 究竟该如何买到 真正的西湖龙井 为什么在绿茶 众多的品类当中 西湖龙井可以独树一帜呢 我们的探寻小分队 决定去西湖龙井的最大产区 龙雾茶镇一探究竟 龙雾茶镇位于杭州市西湖区 距离西湖仅有12公里的车程 四周群山环绕 茶园茶山连绵起伏 这里的自然生态条件得天独厚 气候温和湿润 细雨不绝 年平均温度在16摄氏度左右 平均湿度在80%以上 土壤中所含的微量元素 适宜西湖龙井 优良品质地形成 春茶季到了尾声 桓鸿章带着女儿 在自家茶园里 进行最后一轮的采摘 在蛰伏了一个冬季以后 茶树的香气滋味等物质 积累得最为丰富 再加上春季温度适中 雨量充沛 使得春季茶芽肥硕 色泽翠绿 叶质柔软 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所以西湖龙井的茶青 也就是茶叶的鲜叶 会有严格的采摘时间 现在闻这个茶叶 是没有那个香气的 一定要摊清 摊好炒制的时候 有香味出来了 所以现在有点类似青草香 对 是没有那种绿茶的香味 对 像您家有多少亩茶园 我们家有五亩半 五亩半 一年要采摘多少天 一年春茶要二十几天 一年当中最忙的 就是这二十多天 就是我们茶龙说的 一年靠一春 就是这个春天 这五亩怎么要采摘二十多天呢 不是两天都两亩 那三天就采完了 大家采好几遍 它又长出来一点就采 长出来一点就采 要采来均匀 要采来新湖龙井要标准 黄鸿章 在龙物人称黄叔 是这一代 极受敬重的炒茶师傅 与茶的缘分颇为深厚 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茶人 幼时在茶山上游玩 少时在茶山下学茶 继承祖辈手工制茶的手艺 延续祖辈对茶的情感 春茶季 他大多都在家里忙着炒茶 临近北生 担心采摘的鲜叶过老 影响茶的口感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他要在茶山和家中 两头忙活 不要用手去掐这样往上提就行 所以这个采摘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不能这样使劲掐 要把这个慢慢的往上提 为什么要这样子 掐它根部汁水出来了 后面有点发黑的 也是为了保持它的美关系 最好是两叶一心 一般你稍微大了 一叶一心也可以 你要不超过三公分 长长短短的不好看 西湖龙筋是有标准的 这个是雨前茶 雨前茶给颜色稍微发力一点 明前茶 雨前茶 是根据节气对不同阶段春茶的称呼 明前茶是清明节前采制的茶叶 雨前茶是清明后古雨前采制的茶叶 对于黄鸿章一样的老茶客 他更青睐滋味浓厚的雨前茶 这是叔叔一上午采摘的成果 这么一上午就采了这么一小篓子 每个人最多采半斤干茶 干茶是指的是这个茶叶吗 这个是清业 如果说你清业做干茶 也要四斤做一斤 四斤多做一斤 所以说这个西湖龙筋比较尽贵一点 贵在这个人工和耗食 人工耗食 为确保茶清的新鲜 所有采摘好的鲜茶 将第一时间送到黄鸿章家摊清 所谓摊清 就是将当天采摘的鲜叶 均匀摊放于阴凉通风的环境下 根据季节 气候 茶叶难度等来决定攀放时间 潘清直接关系着黄师傅 能否炒制出最优质的西湖龙筋茶 明天才气温低的时候要两三个小时 这样 现在气温高一些了 所以就稍微 以前才气温高了 就摊一个多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就过来 为什么一定要回来要先摊清呢 摊清呢 主要是茶叶 摊软了可以炒 炒起来不会碎 也不会发黑 这个呢 这个茶叶的水分呢 需要一部分 这样呢 炒起来呢 就颜色好一点 大概摊放一小时左右 黄师傅便要开始炒制茶叶了 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三分看茶清 七分看炒工 好的鲜艳 没有好的手艺 便无法成为更好的西湖龙筋 西湖龙筋的炒制技艺 与其他绿茶并无大的不同 主要分为 杀青 回巢 灰锅 三道工序 能成就西湖龙筋的 是全凭黄红章的一双手 在铁锅中不断变换的手法 以及精湛纯熟的炒制技艺 我坐在这个炒锅的边上 但是就已经感受到这个锅的热浪了 特别特别热 而且这个热气是扑面而来的 这个炒锅现在有多少度啊 这个炒锅现在180到200度 180到200度 那您这个手还在里面一直在炒 我们手不理茶 茶不理锅 就这样炒 这样不会烫热 有时候呢 难免也有可能烫几次 有点扎手 好烫 而且这个锅边都是烫的 因为它这个茶是很松散的 所以你不经意的时候 你的手就很容易接触到 这个炒锅的锅面上 西湖龙筋的炒制 火候掌握是否恰当 关系重大 温度过高 茶的颜色会泛黄 温度过低 茶的颜色会发黑 砂尖时的温度要相对较高 使鲜叶水分散出 容易压扁成形 炒制七至八成干时 起锅摊凉 也就是回炒 时间一般控制在一小时以内 之后便要进行第二次炒制 即灰锅 灰锅时温度要有所降低 这一步主要是将茶叶 进行整形的炒干 通过磨 压 将茶叶上的绒毛脱落 使其扁平光滑 透出茶香 所以像您一天能炒这么多少锅 一天四个多小时炒一斤干茶 一天最多只能炒四斤干茶 四十六个小时 十六个小时 一天 一天十六个小时都在不停地炒 只能炒多少干茶 四斤干茶 十六个小时只能炒四斤的干茶 像我这样 手小的还炒不到四斤干茶 您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茶笼标西湖龙井的身份证 如今市场上的西湖龙井存在着鱼木混珠的现象 有些人花了大价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真正的西湖龙井 这不仅伤了消费者的心 也使得茶笼的心血与汗水复制东流 为了可以从源头杜绝假冒滋生 让消费者能买得明白买得放心 今年三月一日起 杭州市实施了西湖龙井茶产地证明标志管理办法 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 每年政府会按照西湖龙井茶园亩数及每亩的产量 以电子二维码的形式将茶笼标发放给茶笼 在政府注册研发的小程序中 扫描茶笼标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查询到所购买的西湖龙井茶笼的相关资料 例如在每个村茶笼姓名茶园面积等等 相对应的还有茶企标 企业收购了茶笼的西湖龙井之后 要将茶笼标一道收回 通过小程序换成企业标 再进行统一售卖 不过售卖前 西湖龙井还要再经过一次非常严格的评级标准 每一片西湖龙井茶叶的诞生 都要通过严格的把关 才可以将西湖龙井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 不同等级的西湖龙井价格差别较大 特级西湖龙井可以卖到每斤上千元 而品质稍逊的三级西湖龙井价格大概每斤几百元 所以平茶有着严格的规定动作 把它要摇平 摇平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看到它各个角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叶片的情况 你看就是我们这两盘就有一个明显的对比 你感觉一下它们两个谁好 这个好 因为你拿的这个它的颜色是嫩绿嫩绿色 但是我的这个它你看有特别黑的 然后还有特别黄的 它的这个好像参丝不出的颜色 是的 所以就是我们看干茶 就是要看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匀整度 就是我们这些东西的颜色 经过层层把关之后 西湖龙井才可以流通视察 而西湖龙井的价值 就体现在为他付出 无数心血和努力的人的身上 而这一片叶子 也成就了一个产业 赋予了一方百姓 汇集上万户茶农 这里是九街 曾经是龙屋的老工业园区 园区内的企业 大多是从事生产 加工 等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 如今这里被打造成为了 茶文化特色产业园区 于是很多爱好茶的人 以及特色茶企业 茶机构 都慕名请来 纷纷入住于此 走 我们去看看 因为对西湖龙井的热爱 不同群体纷纷来此 大家在这个以茶为主题的地方 用不同的方式弘扬着中国茶文化 发展中华茶产业 以茶会客一二三产业融合促发展 如今这枚小小的东方树叶 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它 这其中也不乏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对于茶有着一些新的想法 黄红章的女儿也在酒街租了一家店面 她与几个年轻人一起 对茶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挂耳的形式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喝茶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比如说出差啊 办公室啊 那个等等 那你只要有个马克杯或者玻璃杯 你一挂就可以了 然后一挂的时候呢 你看到里面就是很干净的 底料非常清爽的一个原液茶 就展现出来了 除了西湖龙井 黄丹丽跟伙伴们还将其他地方 不同品种的茶收购过来 做成特色茶椅 黄丹丽与伙伴们 希望更多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人 用全新的方式去认识茶 了解茶 爱上茶 健康的茶 有创新活力的茶 为全球茶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让古老茶文化呈现出新的光彩 世界同一一杯茶 无聊一和平 无聊共同的目标 International Tea Day I love tea International Tea Day I love tea 521 国际茶渔 国际茶热 全球茶人的节日 我爱茶 我爱茶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 赋予了一方百姓 随着市场和科技的发展 传统茶饮不断升级 新式茶纷纷崛起 变成了各种样式在我们的身边 今天在我面前摆放了很多的茶产品 比如说像这样的发草茶 这样的坨茶 还有我们熟悉的瓶装的茶饮料 还有女孩子我们最喜欢喝的奶茶 这种呢就是也是淡泡茶 这种很有意思啊 是这样的粉末状的这样的素溶茶 另外呢还有柠檬茶等等等等 那茶叶变身成了这么多种样子 就是为了方便人们饮用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它的味道 那它们和我们传统的茶 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有请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是茶的生姜工产品 就是茶的衍生品 那个色相味性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老百姓就是习惯很原茶的 比如说西部龙井 为什么西部龙井可以买得这么贵 它的颜色香气味道都是特特的 那么做茶饮的或者做生姜工的 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对身体的功能相差不是太大 但是口味可能会相差比较大的 茶叶的这些变身 都是通过提取茶叶中的有效成分 制作成的加工品 也都是茶 只是口味不同 茶含量也不一样 以茶饮料为例 配料表中会注明茶多分含量 证明其中茶含量的多少 原来判断茶的含量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茶多分 那下回咱们在购买茶饮品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配料表了 就能清楚地知道 茶的含量究竟有多少 不过经常喝茶的人一定还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茶喝多了很容易让人兴奋 尤其是不敢晚上喝 睡不着觉 所以说很多人担心 喝茶会不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 生活中我们确实有类似的经历 茶喝多了很兴奋 特别提神 尤其是睡前喝茶 甚至能够睁眼到天明 到底是什么成分导致了对睡眠的影响呢 该如何喝茶才能既享受茶的富裕清香 又能够安枕无忧呢 我们把茶叶送到专业实验室进行成分检测 通过检测 茶中含有一种重要的物质 咖啡碱 占到干茶重量的2%到4% 越浓的茶 咖啡碱含量越多 咖啡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 那究竟该如何喝茶 咖啡碱会影响健康吗 咖啡碱也叫咖啡因 也叫做茶素 那么咖啡碱就是我们喝绿茶 嘴巴里睡得苦的那个成分 那这个就能够提神醒脑 强行利尿 消除疲劳 甚至有一定的解肥作用 所以短期喝茶可能会影响抹性能的睡眠 但是长期喝茶会让你睡得更好的 那么关于咖啡因的副作用 大家可能就关注的比较多 有些人比如说小孩 小孩咖啡因不能太多 女生这三个非常时期 每个月生理期 怀孕的时候普露期 尿酸偏高的 痛风病了 这些人就咖啡因不要受的太多 除此之外呢 专家还给了我一个表格 长径的茶当中呢 像金峻梅这样的红茶 咖啡碱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 那普尔茶相对就要低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茶叶 另外如果担心茶的兴奋作用 可以把第一泡茶倒掉 这样就可以滤掉很多的咖啡碱了 茶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 不同的茶不同的滋味 或凉或暖或苦或干 宛如我们生活的世界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如今伴随着国际茶日的设立 茶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绚丽姿态 再次登上世界舞台 促进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尤其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 农业产业的支柱 农民脱贫的希望 茶通天下无国界 让我们一同期待 全球饮茶时代的到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